看這一題 他說將一個小球由地面垂直向上丟出去 假設開始的速度叫V0 那小球到達最高點再落回來 假設所有的摩擦阻力都可以忽略 以向上為正向下為負 則下來哪一個可以表示小球的速度 跟時間的關係不來 那我們現在畫那個速度跟時間的關係圖 一開始的話 他的速度是V0 然後他加速度往下 所以他速度的方向跟加速方向相反 所以他越跑越慢 越跑越慢 越跑越慢以後 到達最高點的時候瞬間靜止 好那瞬間靜止以後的話 再來的話因為他加速度是往下 所以再來的話就是靜止 然後加速度往下的話 再來就往下加速 往下加速的話呢 所以速度是負的 然後越跑越快 負的代表方向 大小越來越大 大小越來越大 到達地面的時候 他的速度 他的速度 速度的大小 就跟什麼呢 就跟那個上去的時候一樣 只是方向 這個時候是向下 也是V0 所以應該是這個圖 如果他是問速度的話 那你就把他取決對值 取決對值的話 負的部分就往上 不過他是問速度 這個代表是向上 這個代表向下 這是落下的過程 這個是最高點的時候 他速度等於0 這個是落地的時候 他的速度的大小是微軟 他方向往下 所以這題答案的話 應該是選C V那個圖的話 是速率圖 如果是問速率的話 那你速度 負的速度取決對值以後 就變成速率 所以V那個是速率跟時間的圖 速度圖應該是這個圖 所以答案應該選C